好,各位好朋友,大家今天早安 透过我们线上的学习 宜兰县孝心尊师联盟呢 在疫情期间呢 特别跟我们的新住民补助基金 来申请了一个新妈自媒体防疫船签理 这样一个计划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期待呢,透过这样的补助呢 能够让我们住在宜兰 台湾的这些新住民妈妈们呢 能够更了解如果透过我们很多的 这个台湾非常便捷的 这些资通讯的设备还有界面 让大家更了解怎么样 把台湾防疫的这个工作和资讯 给推广出去 那么今天呢,是111年的 这个4月26号 昨天疫情指挥中心呢 已经宣布了 从今天开始就不再公告所谓的确诊人数了 那这个也是因应全世界呢 非常多的一个先进国家 他们呢,为了让这个社会能够正常运作 所以呢,从昨天开始就来宣布这样一个 比较适合大家不要心里那么恐慌的一个讯息 那可是呢,很多的新住民妈妈就会问啊 我是一个新住民 我怎么样在台湾获取这些资讯呢? 像昨天很多人呢,就在脸书上有说哦 这个,为什么2点呢 疫情指挥中心呢,还没有线上的直播呢? 所以大家都已经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台湾的这个防疫中心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就是每天的下午2点 无论是假日或者是平日 他都会在下午的2点 来进行一个常态性、惯性的一个直播 那这样的一个直播呢 就会让很多的新住民妈妈知道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确认时间点 然后让很多全国或者是 关心台湾疫情的这些朋友们呢 更知道 那像我刚刚这个手机 我表示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哦 所以呢,你就会明白就是说 其实透过直播呢 很多的事情都可以online 就是,虽然是远距离 但是却是可以呢 即时性的让大家可以确确的 掌握最新的消息 那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昨天疫情指挥中心 这样一个宣布 可是呢 在下午的6点 我们才能够知道说 哇,原来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为了跟专家还有6个县市的 这些首长来进行专家学者的交流 所以本来昨天的这个 两点要开始的这个记者会 现在改成了下午的6点 所以大家很关心疫情的发展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 资通讯的一个教学多元的课程 让我们的新住民妈妈呢 特别是她在很远的这个家人 不管是印度,印尼,泰国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越南等等 很多的这个 还有中国大陆 新港澳等等 这些伙伴的这些家人 新住民妈妈的家人 都能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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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就要来跟大家 稍微来分享一下 其中有一个工具 是比较全国 全世界都在用的叫做脸书 那像是中国大陆就是微信 微信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但是你要把台湾的资讯 透过微信 再连接到这个大陆去的话 可能有一些困难 因为有一些这个资讯的 这个资安的 两岸的这个交流 有一些限制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透过脸书 就可以让身边的伙伴 身边的朋友 身边的亲友 知道你现在在台湾的情形 那老师现在手上呢 有一支手机 我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您只要进入你的手机的界面 在手机的这个首页这边 点进去就有非常多的一个资讯 这里面呢有包括了粉丝专页 就是粉丝专页 这样老师也可以透过 你到我们的这个平板 或者是我们的桌上型电脑 就可以去搜寻脸书的功能 这几个字 那搜寻之后呢 透过你国家的语言 它也会自动翻译哦 所以呢 为什么说要透过脸书 是因为说 它连接了非常多 一百多个国家的一个语言 所以呢可以透过脸书来进行这个 直接资讯的一个转换 比如说你是越南 那你就可以透过越南语言的这个翻译 那像我这边 我就是希望能够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 实际上你在脸书的功能上可以获得怎样的一个协助 首先就是你可以查询粉丝专页 什么叫粉丝专页呢 就是有一群人或是有一个个人或有一个组织或有一个平台 他们希望透过一个专门的页面来介绍他们 像现在呢 疫情指挥中心 我给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他们也有自己的脸书 那也有一个专业 那这个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可以在这里可以找到他们 在这一个脸书上面 所公布的很即时的一个讯息 那这叫做粉丝专业 你可以除了看别人的粉丝专业 那您可以自己建立粉丝专业吗 可以哦 像老师自己就建立了二十几个粉丝专业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主要是因为脸书呢 它其实是一个生活 也是一个行销 甚至是一个现在自媒体的一个工具 所以新妈自媒体呢 老师说要告诉大家说 您可以透过脸书去截取别人的资讯 去读别人的资讯以外 你也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资讯 就是你自己可以建立自己的粉丝专业 比如说你想要经营自己的人物啊 或者是想要自己经营自己的这个店面啊 像很多的新妈妈 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小小的店面来做创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还要养自己的小朋友 那自由业就会比较这个弹性 时间工时都比较弹性 所以老师建议你 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行业别 或是家庭主妇 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粉丝专业 因为粉丝专业就是彰显你个人的这个媒体 在媒体上的一个个人的风格 这个叫做粉丝专业 那粉丝专业点进去 像这个粉丝专业 我们这个赖大哥的粉丝专业 其实他管理的也没有几个 但是社团就很多 另外一个叫做社团 各位你知道社团是什么吗 社团就是说 有一群想要买东西 或者想要传达资讯 想要统一资讯 跟刚刚的专业又不太一样 专业呢是我提供出来 我是一个主动的 我这个脸书的版主 我是比较主动的 那社团的版主呢 它就是比较开放性的 那也有一个叫做秘密社团 或者是有一个叫做开放性的社团 但是它有一个很聚焦的 就是说这一个社团 它比如说我们在宜兰 就有一个叫宜兰大小市 那老师自己创立的就是宜兰大人团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具有具体知道说 这个社团是在讲什么事情 分享什么事情 那很多的新妈妈们 你也可以在这个社团里面 去找到自己要的 很多人呢就讲说 我要捡一些便宜的东西 所以就宜兰捡便宜 那我要知道这些宜兰有哪一些知识 好玩的地方就有一个宜兰知识家 这些就叫做社团 那你在这个粉 你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面 单单单单 FB就是脸书 就有这样的功能 那其他呢就有一些动态的回顾 比如说你来台湾已经很多年了 或者是你在你的国家 本来就有在设玩脸书 那很多的这个国际的交流 或者是你跟家人的交流 你就想说回顾一下六七年前 因为像我们这一次的这半年的课程下来 好多人说他已经三五年没有回家了 那没有回家 可是你可以透过动态回顾 有这样一个动态回顾 这里就有说我的这一天 像这个老师的这个施葬 他这一天就有到这个头城去玩 去工作 那或者是两年前的这一天 有个孩子们出游 等等的这一些资讯 可不可以在今天再分享 可以哦 你可以就在今天再分享给大家 好怀念之前在越南的时候 好怀念之前在印尼的时候 所以这个动态的回顾 也可以因此串起跟家人的一些情感的连结 再来老师跟大家讲 你可不可以发起活动 就是我们像今天呢 我们如果要去旅游 或者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不要太公开 我们希望说就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那有一些比较具体性接受到这个讯息 所以即使你没有参与活动 或即使你是设活动的人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活动的功能 来行销你这个活动 即使他没有参加哦 所以这个活动的这个发布 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新妈妈们呢 可以常常来用的一个自媒体的一个工具 我现在今天纯粹都是只有讲脸书 因为呢大家玩脸书也就是po文 或者是接受而已 但是脸书有这么多这么多 他有这么多粉丝专业 老师再跟大家分享回顾一下哦 我们有粉丝专业 你还可以在这里找一些相当适合你自己的一个社团 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回顾一些 过去你跟孩子们成长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影 这些回顾还有影片 还有你增长的你觉得特别喜欢的 或者是哪一个演唱会的直播的 你也可以把它增长起来 但还有一些就是游戏啦 那像我随便点一个像今天 你很想了解今天的天气 然后可能我们就会到 Google的这个Google Play 去下载这个气候的表单 气候表单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的电脑 气候的表单 可是呢你可不可以直接在脸书上 脸书可以哦 脸书也有这个功能 所以他气候就告诉你说 今天是晴天 像下好热哦 因为天气的关系哦 所以我们在室内啊 如果没有吹冷气 就会觉得很热 那他就告诉你 现在温度是30度 所以天气也可以在脸书搜寻到 其他的呢 有一个叫做儿童的Message 很多的新妈妈呢 嫁过来之后 现在其实我们的孩子呢 也常常在用这些数位工具 特别是如果一旦学校有确诊 那可能两个以上的孩子 我们就要开始学校停课 就会做线上学习 孩子们就会在他的电脑上啊 开始做一些沟通 或者是交流 或搜寻资讯 妈妈们就要注意孩子们 对于这个手机 还有资讯的这个应用的一个安全性 那这里脸书就提供了儿童版的Message 那还有一个直播的视讯 这个直播视讯跟我们现在 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宜蘭县校庆专事联盟的平台的视讯 又不太一样 这个视讯的这个直播呢 是要告诉大家说 哎 你可以去截取 比如说我们今天直播完之后 明天你就可以去截取 曾经有人直播的讯息内容 直播内容 这是直播的 那另外一个虚拟替身 给大家玩看看 老师今天有玩过几次虚拟替身 就是你可以 因为你的脸书常常会秀在Face Facebook 会秀在这个脸书的大数据里面 它透过AI 就可以帮你设计出你的这个头像 这个就是失障的一个头像 因为它剃光头 然后皮肤黑黑的 然后你就可以设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好玩的啦 说实话 那你要摸这么多 其实有些困难 但是呢也没有关系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透过一个有用的工具 能够让你自己建立自己的媒体品牌 那你说老师 我是一个新妈妈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现在其实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防疫期间 因为两年来 两三今年已经进入第三年了 台湾的疫情 防疫的工作在最初的时候 我们因为设定的就是不让外国的这些 入境的这些朋友或者是国人或者是观光客 回来台湾因为非常严格的把关 那透过严格的把关让台湾呢 可以健康的这个度过这样的一个疫情 可是现在你可以知道说从昨天开始啊 疫情指挥中心发现啊 如果再散布这些或发布这些资讯的话 就会让国人呢 这个社会运作生活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随时掌握这些资通讯的这个平台里面 所露出的不管是Line 不管是IG 不管是FB YouTube等等这些 甚至是最常传统的传播平台 就是电视或者是报纸等等 那这一些呢都会告诉你 同步的让台湾的资讯让你知道 那为什么台湾可以这样 老师跟我们所有的新妈妈们呢来分享 因为呢台湾呢 它的岛屿比较小 但是呢台湾的这一个NCC 就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有一个特别的经费 叫做边缘地区的一个数位平权 那这样的一个基金呢 就是希望无论你在哪些区域 都可以跟世界同步 那这个建构非常多的基础建设 如果到比较宽国家的领域范围 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就比较难去布建嘛 因为再怎么样你还是要布一条路 再怎么样还是布一个光纤或者是微波 那透过台湾这么便利的国家通讯 它就是可以让很多地方都有5G 都有5G这样一个平宽 那假使你是一个住在梨山 要帮老公帮先生工作这个种梨子 种水蜜桃的一个新妈妈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桃子 透过我们的这个5G传播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可以喔台湾可以喔台湾可以 那另外一点呢就是除了我刚刚这样讲 因为你在卖你在种水蜜桃 你在卖梨子 可是因为台湾的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人跟人接触 没有办法让你再到市场去摆摊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老师刚刚有讲 你的粉丝专业或者是你的社团 就非常的重要 刚刚呢我也不是有跟大家提到 你可以建立自己的这个粉丝专业 说我比如说叫做 像我们家就有一个软氏姐妹 那你就可以解说软姐姐的这个水蜜桃 听起来是不是很甜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通达 而且非常便利的一个工具底下 你就可以行销自己的水蜜桃 那可不可以不接触 可以喔 可以透过什么 可以透过很棒的这个物流 所以老师们一直要希望 我们的新住民姐妹们 除了建构自己安全传递 在台湾像这样资通讯 昨天最新的讯息 只要三加四的这样一个资讯 告诉你的国人 台湾现在呢 防疫的这个举措呢 有一些新的改变 让呢我们的家人 不管他去学校读书 孩子读书或者是老公上班等等 都更加的便利 所以让你的母国家人 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 说台湾数字每天都在增加 不会喔 我们其实即便是数字增加 也让很多人呢 因为这个打了疫苗之后 所以呢有比较好的这个抵抗力 那今天讲到课程呢 其实还讲蛮快 而且也讲蛮多的喔 我们会透过这支影片 除了直播以外 也会透过录影的方式 放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 那朋友们呢就可以 新住民妈妈们呢 就可以透过这个YouTube的影片 那也可以连接到国外 让你的这个家人可以知道 或者是FB他也有 你也可以连接我们的直播影片 那一半是即时的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存取很方便的喔 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实作课程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 也开启了说 原来脸书有这么棒的功能 原来脸书呢 还有这些游戏啊 还有这些天气啊 还有更多的是 里面其实也有疫情指挥中心 在里面呢 是我们FB台湾公司呢 他们所做的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透过疫情虽然很严重 但是在这个线下 正是我们翻转自己 过去学习这个资通讯 很重要一个关键点 那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 待会我们还会有一个 很棒的一个座谈 谢谢大家 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哇在我旁边呢 是我们非常跨域的伙伴喔 首先呢掌声来欢迎我们 移民署宜兰县服务中心的科员 庄佩云佩可 大家好 你不要拍手一下 另外一个呢 是来自他的母国 是在海南岛 好漂亮的湖 好岛屿喔 是是是 大家好 好是我们的英臣喔 大家都叫他采琳 那我们今天呢 不仅是线上 也用录影的方式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宜兰县 我们孝庆尊师联盟 获得我们移民署这个补助基金 希望是透过新住民的补助基金 让很多的妈妈们 在透过我们的疫情期间 能够应用台湾的资通讯 让这个防疫的工作 能够传到千里之外 那这个工作 其实做最多的是佩玲 对 刚刚我们在私下还聊天 就是彩玲在进入这个群组的时候 佩玲几乎两三天都会发布一些 我们移民署来关心我们新住民妈妈 新住民这些伙伴们 在台湾的这些讯息 那我这边呢 要跟大家公布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资料 就是呢 在昨天4月25号 今天我们的时间是4月26 那我们如果播出去的话 可能是之前的讯息了 最主要是因为呢 我们台湾的这个疫情呢 因为大家打三剂的这个 比例越来越高了 那虽然说确诊的这个人数 有向上攀升 但是呢 从现在开始就不公布 所谓的确诊人数 还有它的足迹 那最主要的疫调也是都只有跟家人 那如果说有染疫的话 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症状 你就三加四 自己来做一些居家隔离 跟三天的居家隔离 跟四天的所谓的自主管理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资讯 对我们的新住民的妈妈或他的家族来讲 他的家人远在国外 或远在台湾以外的地方 会比较放心 台湾的社会正在正常的运作 那这也是经过专家学者呢 跟大家所来分享 以及呢希望台湾能够正常运作的一种机制跟模式 那我们现在呢回过头来就要问啊 大家是怎么知道这个讯息的 我先来问问这个彩琳 每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会在几点的时候发布讯息 在两点 在电视上我们都有看 都会看到对不对 这个习惯你大概从什么时候知道的 因为疫情一发生我们都很关注啊 这次的疫情大家就说传染的很快 大家都很关注 就是每天刚开始发生的每天都去顶来看 就盯着电视看对啊 OK 那获得的这个资讯你会不会再做分享 或是告诉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这个姐妹们 会啊我们会打电话 今天又有几个 怎样怎样都会有讲啊 有时候打电话家人也会问啊 你在台湾怎样 我们都会讲啊 OK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一时间自己去搜寻资讯 可是透过疫情指挥中心告诉大家 诶什么地方社区要防疫 诶哪个县市有怎么样的讯息 是不是就透过这个平台可以知道 是的 没有看电视的话你是怎么知道 如果那一天没办法看电视 手机啊 瘦闲啊 真的 你看这个是很厉害的 我们现在新妈妈带我们台湾 回到你们母国 我看可以开电信公司 因为台湾对于这个每个人有手机的普及率 真的是已经很高了 那透过讯息跟家人联系 除非我们的家人那边的讯号不好 否则在台湾彼此的沟通其实是很快的 对不对 我们都用视频啊 已经可以用视频嘛 对不对 对啊 讯号都很好这样子 讯号都很好 好好 这是我们来自于哪一个地方 海南岛 海南岛 他还没去过海南岛 那棕榈有很多的地方 还有什么多 海南岛 对 美女多 对 美女 椰子树 椰子树 对椰子树 橡胶 哦 橡胶我讲的是橡胶 还有菠萝蜜 菠萝蜜 那这是特撒 所以你看我昨天有去关注你的脸书 我就觉得你可以把海南岛这些美丽的东西 可以po上来 不要一直转 转贴或分享别人的 因为本身你就是自媒体啊 那我们可以认识彩琳 又可以认识你的母国 我现在都叫利娜做这件事情 然后她是采那个 他们家有养猪 养鸡养狗 然后我们的妹妹去到那个越南的时候 她就在那边喂鸡 她想说在台湾当小公主 在越南要喂鸡 不同的生活形态 这就是交流 对不对 那整个就是在这边在都市上回到乡下 因为那些牛啊 小孩子看得很开心啊 养胃鸡啊 养小狗啊 那时候我小孩回去也是一样跟我狗巴在那里 现在拍的照片觉得回忆还满 对 对对对对 你看她现在讲说我们在台湾都过得比较没有办法跟这些动植物啊接触的生活 可是回到了乡下或回到自己的母国 反而这些对孩子来讲是个生态教育了 对不对 对啊 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常交流 现在虽然疫情的关系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透过手机 那我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的3月29号 甚至这一个年假 我们的移民署服务站做了很棒很棒的一个举措 那也是我后来看了详细报导啊 我自己也报导之后 我后来发现这个移民署宜兰服务站 真的很不容易 请佩颖自己说 你们为什么要到了南山啊 环山去 然后又到了南方澳啊 海边去 去接种疫苗 因为当时也是我们移民署 从去年的12月3号开始 然后也是也是针对这些逾期的失联移工 或者是一些在台的外来逾期的外来人口 然后希望能够关怀他们的一个身体健康 因为一般的失联移工普遍都是喜欢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 就不想被查到 对不想出来 但是呢 以往这些的失联移工都成为是一个防疫的一个破口 所以我们也有关怀到这些人的族群 所以才会在去年的12月3号启动这样的一个专案 那就在这专案 那一般失联移工的话就是普遍都会在 有时候会在山上啊 或是在海边 那海边的话在宜兰罗瓦莫属就是南方澳的渔港 那如果在山上的话 那我们也是当时也是结合那个台中专情队 然后还有花点专情队 我们三个县市的跨县市 然后就上泥山去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很棒 因为这其实是成效是很不错的 对啊 因为那个人数之多 而且大家比较又不用担心说 呃我会被人家扣押 或者我会被调查等等 就是希望他赶快接种 然后辅导他这样对不对 确实这个接种疫苗的专案 确实是发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啊 不然的话一个人遇传实这样 因为这些医工们本来是不敢出面 后来发觉 诶 确实移民署不会去查处 不通报 因为当时这个计划最主要就是 就是不收费 不管制 不查处 不通报 对 那你每一打就来这样子 所以也确实有发挥作用 就鼓励这些失灵民工出来打疫苗 好棒 对 好 我现在线上有一通电话 来 诶 那个 姿怡你在吗 嘿 哈啰 哈啰 你看我们现在多方便 我们也可以call out出去 他可以call in进来 我们现在现在现场直播 那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的单位 为什么你会乱入我们的直播室呢 来 介绍一下您自己 好 我先跟大家说哈啰 瑞汝姐 哈啰 佩颖 佩颖 哈啰也是我们伙伴 然后还有我们的新住民的妈妈 你好 我这边是宜安县政府社会处 我这边是妇女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然后我处这边的社工督导 我是姿怡 哈啰 大家好 等一下你講話太快 我們現在直播有兩個錄影的 有一個收音的 你是宜蘭縣婦女 及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督導 對 我這邊就是專門提供 新住民家庭的一個服務單位 然後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也介紹一下我們中心 在作者的一些簡單的介紹 好 那來你請說 對 那主要的話 我們第一個就是也有跟內政不移民主 就是我們宜蘭站這邊合作 有提供我們的新出入境 新住民的關懷訪式 所以如果說大家有可能 都會接到我們的社工人員 剛來台灣的時候 都會接到我們打的電話 然後我們會簡單的提供一些 一些在台灣的一些生活的需要啊 或是生活適應方面的一些資訊資源 那再來的話是我們也會有所謂的 個案的管理的服務 也就是說如果家裡面的新住民家庭有需要一些進一步的福利資源 那我們也會請我們的社工人員 就是透過電話或是親自到家裡面去拜會相關的需要的家庭 然後是每個家庭並供一些福利協助 再來的話我們第三個也會提供大家有關於新住民的福利方案 比如說像是我們比較夯的一些活動 像新住民總子教師 然後還有通義的人員培訓 或者是有一些歡迎大手、親小手 參加我們多元文化師級 一些蠻有趣的還蠻瘦的一些活動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有一些在地縣內 宜蘭縣我們設立的新住民的服務據點 那目前今年度總共有五個點 分別有在宜蘭市、圓山鄉、羅東鎮、蘇澳鎮 蘇澳鎮有兩個地方 那分別就是千祖教在墓基金會 他們在宜蘭、圓山都有各有一個據點 那還有羅東的醫生婦幼關懷協會 再來的話剛剛有提到蘇澳有兩個點 那一個是目前由宜蘭縣新住民關懷協會 那另外的就是宜蘭縣福氣生活 照顧關懷協會 就這意思是說民眾新住民家庭或是姐妹 如果有需要都可以就進到這些服務據點 去參加一些活動啊 或者是可以臨近去找他們聊一聊天 回婚娘家的這樣子的感覺 那最後的話也要再把我們的宜蘭站 也就是可以他們的所屬單位就是推廣一下 目前內政不移民署有所謂的外來人士 在台生活諮詢熱線太強了 只要記住1990 1990就對了 OK 意思是說如果大家對於語言不了解啊 簽證啊 拘留啊 健保或是一些福利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給1990 這個專線 對那他們都會有母語的提供服務 就是隨時會這個call-in進來 就有自己母國語言的一個溝通的人員來服務就對 對我覺得這個對於新住民的姐妹家庭來說 是非常的受用 那再來的話 最後可能這樣也可以請佩許再幫忙介紹他們的服務單位 因為他們確實像我們中心還有就是宜蘭服務站 都是大家的 嗯 所謂的奧桃組啦 嗯 很好 很棒很棒 任何問題都可以來找我們 很好 那姿雲我最後再請教您一個問題 也幫我們的新住民姐妹問 在我們宜蘭嘛 現在疫情也相對的 大家都知道要怎麼防疫了嘛 那接下來有哪一些比較特別的活動啊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比較例行性的一些服務的內容 像現在服務的話 因為我們中心 目前的話 有的話就是 其實是根本也是中央政策走 但是如果大家有相關 剛剛忘了先介紹我們的電話好了 OK 我們的電話就是 其實我們是在宜蘭市重慶街95號 也就是所謂社會處社會福利館 那我們有的電話是03-932-8822 03-932-8822 短分機430到437 都會有我們的專人都可以幫大家解惑或是服務 對那剛剛有回應到 宜蘭姐的問題的話 防疫目前的話 其實大家還是跟著中央的疫調在進行啦 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進一步資訊的話 我們歡迎大家還是打電話進來 我們就做各別的服務跟回應 那你們有臉書嗎 或是粉絲專頁 可以讓我們上網網去看嗎 有 我們目前的話 就是可以搜尋我們的 宜蘭縣婦女記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有我們的粉絲專頁 對那上面的話 不管是有關於婦女的活動 新住民的活動 或是一些相關的政令政策 我們都會在上面做公告 也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參與跟加入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資穎講得很詳細 那總之呢 就是我們可以上你們的這個粉絲專頁 就是宜蘭縣婦女記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粉絲專頁 來進行搜尋跟留言對不對 那當然也可以找資穎1990 謝謝 謝謝你剛剛還在線上 來謝謝跟你說拜拜囉 我們繼續下去 拜拜 拜拜 好 來 你看 資通訊這麼方便 所以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哇 這個宜蘭縣本身應該是銜接移民署的服務之後 下來做比較完整的 那移民署在這前頭 比如說我們剛進來 那移民署做哪一些服務 給我們的新住民的姊妹 基本上就是移民署 不管是外國人也好 或大陸地區人民 或港澳地區人民 那基本上他們如果說 跟我們國人跟外國人 或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人民結婚的話 那當然外國人的部分 他一定會先經過外交部 去做居留簽證 或是發停留簽證 和發簽證後之後呢 那來台灣之後 那當然第二關的話 就是先到 還是再到固貞事務所去辦登記之後 就會 緊接著就會到移民署 的各地區 各縣市的服務站 來辦理居留證 那在我們再辦居留證之後 因為我們對這個 剛入境的這些的新移民們 新移民朋友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 出入境的一個關懷的訪談 這是第一個 第一件事 那緊接著就是說 我們也會去做一個 行動服務的一個 出入境的 新移民的一個 關懷訪式的一個服務 還有就是我們每個月的 會立行舉辦一次的 新住民家庭教育 及法律宣導的一個課程 那就這樣的一個課程 然後一方面也能夠讓他們更了解 我們俠內的一些的社會福利還有資源 對因為這個 在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一方面也會邀請 這些縣政府的各局處 來做一些的宣導 分享 對 還有資源就業 跟各方面的一個福利介紹 那還有或者是 家庭暴力的一個防治宣導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會邀請一些我們的一個 社福方面的一些的講師來 或者是新住民的 的一個講師來做一個分享 來台生活適應的分享 或者是一些的夫妻相處 或一些親子的交付這方面的 這麼仔細 這樣的一個 哇 那從一開頭我們要來 嫁來台灣 要到外交部 要到護政單位 最後來到了我們的移民署 服務站之後 就有一系列 生活也好 就業也好 甚至相處 夫妻相處 還有子女的養育 甚至將來的公公婆婆的照顧 長照日照等等這些的服務 我覺得好像新住民來台灣 比台灣人更幸福 真的 因為其實現在在台的新移民 其實已經我想 也是最近數據 大概已經多了57萬人 57萬人 對 所以其實現在也是一個 在台灣也是一個 比宜蘭人數還多 宜蘭才40幾萬人 所以你們可以成為一個縣長 對 所以說 對 所以就是 這也是 對於 尊重 對 一個多元族群的融合 沒錯 那 這是外國人部分 那如果 在大陸地區人民 或港外地區人民 那 在大陸的人的話 跟國人結婚 那就會先 就會 來台就會辦你團聚 團聚 一清居留 長期居留 到定居 都是在移民署這邊辦的 都是在你這邊辦的 我們業務好多 對 所以1990會有 真的像剛剛資穎講 這樣子的 對 這個1990 因為就是 1990就是取代 先前的0800 021 因為這個數字太融蠻 是 就像1922馬上打字 到疫情怎麼樣 就是馬上方名 對 那因為這個1990 這個服務熱線 有7國語言 哪7國 哪7國 中文 越南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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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這個也可以看出 一個大數據 就是這幾個東南亞的國家 就是跟我們的 新媽媽 她的母國 就是最相近的 人數最多的嘛 才會有這7國 對 所以其實有任何的 像任何生活資訊問題 像剛剛 詩音所講的 遇到一些的 就業 或者是各方面的 生活資訊上的困難的話 不知道要如何 打幾句話 1990 OK 對 我們馬上就會有專人為您服務 就是這7個人會輪掉就對了 對 趕快柬埔寨的柬埔寨來 然後這個泰國的泰國來這樣子 菲律賓菲律賓來 我現在回來我們這個 住在台灣不知道幾年的這個 英征分享一下你在台灣這幾年 然後你看到新住民姐妹 跟你最初來台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來台灣17年 17年 那根本比台灣的孩子還大 對 17年 OK 然後我在這邊就是剛過來台灣就是有台灣還蠻好的 因為有很多課程可以寫 OK 然後我是寫美容 有時候也是寫美髮 然後上一些像老師你們的這些課程也蠻不錯的 有些如何拍直播 還有還有如何講話 那天是寫的蠻多的 所以你們覺得台灣其實一直在推進 不管是台灣自己的進步 或者是新住民媽媽跟著台灣的這些資訊在進步 像以前我記得最早我們在推動的時候 是美食文化的融入 大家都要一餐一餐的有沒有 那現在你還請外國人來教我們新住民 好像在台灣就可以做一些聯合國的一個交流對不對 那個你的課程我看到一個男生家庭有沒有 一個外國人家庭 對 那是我們瑞典籍的新住民 對因為其實本身來講這個新移民 那就是太太他們是在學校的時候 因為那個瑞典新移民他來才是讀書 那在讀書的時候因為透了朋友介紹認識到老婆 所以呢他們就結尾連禮 然後之後後來他們有一陣子他們會回到瑞典住一段時間 然後A就那當然太太呢她也會就在瑞典那邊的一個學校教書等等的這樣 然後就是來台之後因為這瑞典新移民的部分 因為她本身也在台灣很上進 讀到台灣大學研究所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是非常的優秀 我覺得真的是優秀的人才會這樣子飄揚過 這麼優秀你看 而且剛剛我講說從美食到剛剛這樣子的瑞典 還有這個跟台灣還有跟我們這個大陸朋友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這六七個國家 它其實我覺得透過這個移民署或者是說新住民的這個幾個團體 都會讓我們的姊妹比台灣喔 我覺得比台灣的姊妹還進步的快 因為我覺得你們的視野 就他們的視野的養成其實是跨國界的 而且其實是跨領域的 這跟網際網路有很重要很重要的連結 不曉得采玲就是英真 你有沒有覺得看見你自己的改變也是 從過去可能人跟人啊或者是台灣人這樣 已經跨過了這個領域了 有啊 人跟人 像我在嘉山是比較少講話 因為過來這邊就是經過很多學識 運得好像比較健康 不像之前那樣就是看到人都不講話 就掌掌這樣子 所以老師今天特別拉你來這樣 你有沒有上過直播節目 沒有 沒有 就是拉你老師 對 這就是我們不斷學習啊 然後有機會啊 我常常在講說就是 像我們宜蘭縣校青春師聯盟 為什麼會申請這個計畫 它最重要就是一個孝道 就是身體法夫 受之父母 可是你的爸爸媽媽其實不在台灣 但你要讓你的爸爸媽媽知道你很健康 其實要透過某一種界面或溝通 那你如果學會了這些界面 學會了這些溝通的方式 或是把自己過得很好 其實就是一種孝順的表現 對 對 你過得好 當然 你看千里之外的爸爸媽媽 你們要維繫感情 現在因為有手機 以前的新住民可能沒有 他可能要寫信 二三十年前更不用講了 飄洋過還不知道多久才回去一次 那現在可能是疫情的關係 可是 資通訊又很方便 對 所以校青春師聯盟呢 也期待喔 透過我們這樣一個 用這個孝道孝心的方式 然後來傳遞 因為其實說實話 我們理事長在開頭的時候 跟玉萍主任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 我們最要感謝這五十幾萬的新住民媽媽 因為他們為台灣爭產報國 台灣這個媽媽都不生小孩的啦 或者是說生育率很低啊對不對 那你看五十幾萬再多生了一兩個 這對我們台灣的國力的增加 還有整個民族的融合 特別你知道我們家的混血兒 好漂亮喔 對啊 而且不僅如此 我們有發覺到說 新黎明跟國人所結婚的小孩 很奇怪 他們的表現都會比較不一樣 比較努力 不是努力的問題 是基因的問題 所以有的小朋友的表現 非常的 潔出 對 出色 也是有發覺到這樣點 所以說也是在這近幾年來 有一些的賠利政策 像新住民及其子女的竹夢計劃 或者是二代培立返鄉的計劃等等的 就從中去挖掘一些的小朋友 真的很多的一些的亮點 OK 很多的一些的 很多這些很獨特的一些的表現 了解 對 那我們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說 新台灣之子 現在他們已經是新興台灣之子了 希望透過不斷延續這樣子一個 我們對於新住民媽媽的支持 甚至她的子女的支持 還有母國家人的支持 希望消青尊士聯盟 我們來提倡的這樣一個 新媽自媒體防疫傳遷裡的多元課程 可以讓媽媽們認識更多人 也可以讓你家人能夠更知道你在台灣 平安 好不好 那再一次呢 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的這個線上座台 也因為有這個資通訊 有這個計劃 讓我們呢可以更認識移民署為我們所做的服務 還有媽媽在台灣學習的這個成果 謝謝你們 謝謝 好我這次也打廣告一下 我們2022年的Gabbe Lu Seca 它是現在疫調只對家人就好了 所以我們家人都可以一起來參加這樣一個呢 很有意義的活動 每一年母親節 今年是5月8號 我們在投城烏石港 有一個呢 北部Seca的一個運動 每一年今年是第15年 我們還有一個攝影比賽 所以說呢 我希望這個很多的新媽媽可以一起來參加 那再請佩穎 這個七個國家都幫我們投資出去 好的 好大家一起來 謝謝 謝謝 謝謝